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仁武仁颖仁序丙武 这个八字他是说 他帝之有丙武序三合裁局 然后天干他又有三个任 他刚好在庚子年的时候 遇到岁运并临 这样子是不是不吉利 很多人一看到岁运并临 他就会很担心 但是岁运并临 其实各位不用担心 还是一样把他正常的五行申克就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年的一个排列组合 那就是庚金申壬水克丙活 地支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知道 子水申引木申吾火申戌土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虽然他天干破财 可是他地支的财型却很好 所以在这一年其实 整体而言并不会太差 官薪也很好 财薪也很好 但是他在这一年里面 他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日主他出干 所以他在这一年的时候 会面临到地支的日主授克 也就是成月 还有续月 这两个月他要特别注意 但是这个八字 重点并不是在这一年 而是在今年的任饮年 因为任饮年的时候 这个八字会突然的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现况 有人会说他这个是什么 月注浮淫 我们不管他什么情况 而是他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当这个八字天干 有任 他是不是跑出去 所以他第一个他日主出干 那他的地支只要银木死掉 他的八字会变成火 生土 克 水 所以他很害怕会出现 天干地支 日主同克的现象 一边日主受克 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他却同时出现两边 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在今年 他就要特别注意 物生月 还有一个辛亥月 这两个月他都会同时间 天干壬水受伤 地支 子水受伤 所以这两个月会是 比他在庚子年那时候还要更严重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 你看起来好像一连相生 看起来很好的一个八字 但是却因为某个字 导致了他变成是 互克的这一种的情况 而这个互克 却导致了更大的一个 日主受克的现象发生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他为什么会导致 这样大的一个排列组合 原因并不是岁运并临 也不是什么浮淫 而是因为整个都是由流年本身 所引动的这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你们讲 流年本世兄 流年走什么运 就要注意什么运 这个八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典型 供各位参考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